Hello,大家好,我是老段 我在7月1号去了上海 带着小伙伴们的各种问题 去了上海机床展会 那包括有几个小伙伴 来看看哪一款种种是比较好 想了解一下他们这个精度 速度、光洁度、一致性等等 那在这个展会上直播的时候 去看了一下霸气种种是 还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他们这个控制系统 由于现场是比较嘈杂 操作师傅也是比较紧张 所以有些小伙伴就没能够看出个所以然 私聊说能不能再详细的讲解 他们很有兴趣 比如说我就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学习 学习了一下他们的操作 并拍摄了这个功能讲解视频 昨天在展会上做直播的时候 有好多小伙伴在问 说霸气这一款机器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那我在展会上也跟大家简单的 介绍了一下这个系统 可能当时后来就说的不太清楚 然后我就特别今天又来研究了一下 是早上到了这个机器这边 然后这个师傅跟我讲讲了一下 我大概用了两三个小时左右吧 对这个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算是一个小白 大家操作方面不是特别懂 因为操作的时间很短 我这样一个小白 通过几个小时我就能够把这个机器开起来 说明这个系统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现在有两块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块就是我们要快速的把这个机器开起来 第二块我们来介绍一下它里面的一些特色的功能 就是别的系统没有的一些功能 我们现在来先画个图编程 然后把机器开起来 我简单演示一下 编程绘图的软件它是可以用好几种的 如果是习惯了之前的CXA 做快走式 中走式就是做的比较多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像这个CXA CID这些都是可以 还有他们的一个绘程的一个软件 等会大家看得到 如果是之前有做慢走式的 可能比较习惯用统银啊 统达啊 那他们也是可以可以用的 生成的基代码它可以就是用来加工的 那这里呢 简单的画了一个图啊 我们来演示一下 怎么来到它这个编程的加工界面 这里呢 大家看到了这个图 我们直接在这个菜单上面选择 把这个图框重之后 框重之后又积一下 它就会到这个编程的界面 这里然后只要做轨迹生成就可以了 图已经画好了嘛 对吧 轨迹生成的话 这上面来选择这个 他们霸气的这个鸡蛋嘛 格式啊 然后呢这里要注意了 它只需要几个条件就好了 木实的直径 还有这个厚度 比如说这里三尺 说说三尺以后呢 它会三尺以后 它这里这个刀数啊 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 这个参数掉了出来 它这里面有个完善的一个工艺库啊 这个就很省事的 然后就可以确定了 对吧 这里出来以后点确定 然后我来把把这里面宽选一下啊 宽选一下 它就自动生成那个加工路线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代码存盘 我把它存下来 我这里存个333啊 存在这个第一盘里面 我们再回到它这个 他们的加工的界面 现在选择啊 刚才存在的第一盘 对不对 要刷新一下 刷新以后这个33 选中它 然后这个图就过来了 过来了之后呢 看一下这个代码 如果能看得明白 这个基代码 看得明白那更好 看不明白也没关系的 然后点存盘就好了 存好了之后 我们就点加工放电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 直接点启动加工 现在已经就准备好了 可以加工了 我现在就可以拿起这个手控盒来 拿起这个手控盒来 加工就好了 现在是给大家演示哈 那个这边啊 就已经开始的走了 这个xuv的xy的状态啊 这个加工的状态 都会在这个界面上面显示的 然后加加工的速度时间啊 都有 那加工呢 其实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了 从绘图 变成的加工界面 那通过上面的观看呢 我相信啊 大家对这一家的机床呢 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啊 总之啊 这一家中佐师呢 还是蛮有特色的